《月博记》第23章 《月博》回答说 如今我的哀告还算为悖逆 我的责罚比我的哀哼还重 为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 能到祂的台前 我就在祂面前将我的案件成名 满口辩白 我必知道祂回答我的言语 明白祂向我所说的话 祂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 必不这样 祂必理会我 在祂那里 政治人可以与祂辩论 这样 我必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 只是 我往前行 祂不在那里 往后退 也不能见祂 祂在左边行事 我却不能看见 在右边隐藏 我也不能见祂 然而 祂知道我所行的路 祂试炼我之后 我必如金金 我脚追随祂的步履 我谨守祂的道 并不偏离 祂嘴唇的命令 我未曾被弃 我看中祂口中的言语 过于我所需用的饮食 只是祂心智已定 谁能使祂转意呢 祂心里所愿的 就行出来 祂向我所定的 就必做成 这类的事 祂还有许多 所以 我在祂面前惊慌 我思念这事 便惧怕祂 神使我丧胆 全能者使我惊慌 我的恐惧 不是因为黑暗 也不是因为幽暗 蒙蔽我的脸 太阳避养了 我阳避养了